为改编国歌而闹得满城风雨的网络创作歌手黄明志毕业于麻坡的中华中学 那麻坡中华校友会昨天晚上就举办了一场 再从我爱我的国家看爱国这个讲座会 除了是探讨和分析这首歌曲背后的意义之外呢 校友们也以行动来表现对黄明志的关怀 这场座谈会吸引了许多关心黄明志的校友以及民众参与 一起以理性和感性的角度来解读这起事件 更加应该给大家了解的就是说 他身为一个留学生 而且他的这个生活的背景 那么就会讲出这么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是这个是一个有根基 我们要最主要的是说要社会人士或者是要国家领袖 要尊重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去研究为什么会这样 另外身为中华中学校友的李万千 希望政府能够尽快平息这起事件 停止责备黄明志 因为他和家人在事件发生之后 已经受到来自各方的重大压力 他受到这样大的压力 但是他当然觉得给他父母亲这样担心 给他亲戚朋友这样担心 他总觉得是很过意不去 所以他还是想稀释凌人的 他还想说低着头 他虽然不知道错在那里 他还是认错了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还不原谅他 我就觉得太过分